回归分析是统计学中一种常用的分析方法 用于探讨一个或多个自变数和一个因变数之间的关系 在回归分析中 我们通常假设自变数与因变数之间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 并试图拟和一个合适的模型来描述这种关系 回归分析通常包括以下步骤 1.收集数据 收集包括自变数和因变数的数据 2.确定模型 选择一个适当的回归模型来表述自变数和因变数之间的关系 3.拟合模型 通过最小化残差平方和等方法 求得模型的参数估计值 4.模型检验 对拟合的模型进行检验 评估模型的拟合效果和可靠性 5.应用模型 利用拟合的模型预测因变数的值 或者进行因变数和自变数之间的关系分析 回归分析常用的模型包括简单线性回归 多元线性回归 非线性回归等 其中简单线性回归是最基本的回归分析方法 用于描述一个字变数和一个因变数之间的线性关系 多元线性回归则可以描述多个字变数和一个因变数之间的线性关系 在应用回归分析时 需要注意的是 模型的选择应该给予数据特征和研究问题的需求 而不是仅仅选择最简单或最复杂的模型 此外 回归分析中 需要注意物线性问题可以常时的处理 以确保模型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